来看总统马英九和证交所董事长李树德 日前一位大巨弹案遭到北市连政委员会 建议请北市府移送 而北市政风处也发文给李树德 要求他在31号之前到北市府说明 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三天了 李树德回应说一切尊重法治依法行事 低调回应 移送法务部 连政委员会清查大巨弹案 调查结果出炉 要把马总统移送法务部 但案子送到阵风处 据传却被认为程序不正义挡了下来 因为还没有约谈到当时的财政局长李树德 有给李树德说明的时间 那现在就李树德他不来 他不来我们就整个就移送了 反正我们给他过机会了 郑文龙说月底前绝对会送法务部 但外界却嘲笑柯文哲雷声大于点小 办了马英九不办好龙斌 我们就证据哪里讲到哪里就这样而已 我曾经减低他的量体18% 监察院的报告中间也讲了说 这样的量体减少大概折台币153亿 所以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再来质疑我 连政委员说不是不处理好龙斌 是下一阶段再处理 因为一开始跟远雄议约 是马英九在市长任内 郑文龙说案件追查到现在 马总统的图例事实已经相当明显 20号马考密会 我们还去找出那个当初 9月23号的录音榜 不是迟早会被民众看破 我想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看破了吧 而依照连政委员会的作业规定 专案小组应该在成立两个月之内 就要提出调查报告 超过三个月就要结案 或改派其他人调查 五大专案小组在1月29号成立 已经超过期限 也让柯文哲调查弊案的动作 被批评虎头蛇尾 雷声大 欲点小